由烏来国中小学生带领居民跳健康操 烏来区公所一号举办全区运动会 各里居民都前来同乐 其中运动赛事战况相当激烈 有居民更是碰上去年运动会遇过的竞争对手 再一次回到跑道上一较高下 因为之前有就是选手嘛 所以还是要做一些基本暖身 要不然会受伤 就是运动一下 因为平常在外面没什么时间运动 跑步还算可以 因为去年我看我旁边那道跑也很快 然后今年跟他跑的时候就赢他这样 还蛮开心的 除了战况激烈的个人短跑和四人接力赛 还有让居民们玩得东倒西歪的滚轮胎趣味竞赛 由于去年烏来全区运动会在7月举办 天气过热造成居民昏倒 因此今年特别提前举办 让各里居民都能在最舒适的情况下参加 本来原先是两天两天的活动 因为这一次是给他集中在一次 第二天所以项目是很丰富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 借这个活动希望能够居民能够凝聚在一起 大家彼此不容易见面的时间 借这个今天这个场合 大家能够共居一堂 乌来全区运动会从一早到傍晚 项目相当丰富 区公所希望鼓励居民运动同乐 也借此凝聚社区力量 记者九股大牛新北市乌来采访报导 借了